將獨家醃製的雞腿切塊 鋪在炭烤吐司上 一層層疊上新鮮雞蛋與蔬菜等配料 並進行斷面秀 這美味的炭烤三明治 立刻飄來香氣 令人食指大動 每次香美味都有到位 我還覺得滿喜歡的 所以雖然我住比較 我住在光春國小 但是因為想要吃島菜 我都來這邊吃 我已經連續好幾次了 都特地來想要這邊的味道 滿喜歡的 我覺得他們的雞腿炭烤的還不錯 店家最受歡迎的是 這個醃製雞腿風味三明治 以獨家醃料醃肉現烤製作 我們的雞腿跟燒肉 都是我們自己醃製的 我們就是不買現成的 就是每天現醃然後現烤 現做這樣子 近期吹起炭烤三明治風 而業者本來就愛吃炭烤吐司 加上看重在地鮮少這樣的美食 因此選定潮州烙角開業 讓鄉親想品嘗美味不用遠赴市區 在這裡就能吃到 因為我們都滿喜歡吃那種 麵包類的東西 而且現在人都比較追求 就是比較不喜歡用油炸的 我們自己本身 會比較不喜歡油炸的東西 烤箱烤的可能就是 它的味道就比較單一 但是炭烤都 它就是會有一種比較古早味 那種木炭的那種香氣 對 這是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由於份量充足又有大量蔬菜 可說營養滿分 而店家品項種類多元 幾乎每樣商品都有愛好者 我是都 每天都會點他們大亨堡 大亨堡蠻好吃的 就是有那種烤的香味 然後主要他們服務人員也很好 然後 我們老婆也蠻喜歡吃的 所以幾乎天天都來點這樣子 對 我覺得份量剛好滿夠的 然後吃起來就是也不會很油 然後不會很膩這樣子 業者希望一般早餐店做出區隔 不僅要讓潮州吹起炭烤蜂巢 也讓周邊鄰近鄉鑿民眾 多個不一樣的用餐選擇 屏東新聞 不一聽張志豪採訪報導 約十六五年俊 有用餐連繞 祂